什么是彗星?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最有名的彗星哈雷 因为英国的物理学家爱德蒙·哈雷 首先测定到它的轨道数据 并成功预言回归时间而得名 它每76.1年环绕太阳一周 是唯一能用裸眼直接从地球看见的短周期彗星 也是人类首刻有记录的周期彗星 世界上最先最完备的哈雷彗星观测记录都在我国 春秋上的秋七月有星辈入于北斗 就是关于哈雷彗星最早的记录 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秦宣彤两年1910年 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共有29次并符合计算结果 哈雷彗星的上一次回归是在1986年 而下次回归的时间将是2061年7月28号 届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这颗活跃的彗星在夜空中闪耀了 其实彗星是指进入太阳系内 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聚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的天体 彗星分为三个部分 彗合 彗发 彗尾 彗合由冰物质构成 当彗星靠近恒星时 彗星的物质会升华 在冰河周围形成朦胧的彗发 和一条稀薄物质流构成的彗尾 由于太阳风的存在 彗星总是背离太阳的方向 形成一条很长的彗尾 一般长几千万千米 最长能达到几亿千米 形状看起来有些像扫帚 所以又有扫帚星这一俗称 科学家们在追踪一颗彗星时 发现上面一些化学残留物 通过分析后发现 彗星的主要成分是氨 甲烷 硫化氢 氢化氢和甲醛 所以彗星的气味 闻起来像是酒精 苦杏仁 臭鸡蛋和马尿的综合体 还被称为是一颗颗脏血球 目前我们已经发现 绕太阳运动的彗星有1700多颗 那么彗星是从哪里来的 又是怎么形成的呢